2004年9月18日十九之许 六小灵桶版西游记中的小白龙王伯昭受伤住院 原因是孙悟空和唐僧在拍戏时把他打了 当时他们正在拍摄《小鱼儿语话无缺》 而这场戏需要张卫健和谢天风一起殴打剧中反派江别赫的尸体 演戏过程中他们却失手将扮演者王伯昭打伤 事情发生后张喜二人两次书面道歉 并亲自带着水果去医院探望了他 不过从合照来看三人并不像是兵事前嫌的样子 事实也的确如此 出院后王伯昭一直诉装将二人告上法庭 认为他们假期斟作故意打伤了自己 导致自己左大腿左肾左面部等多处受伤 我的这个顾问比他多了 就像重拳一把以后你这个人就要俗话给我插气 或者是医学用词叫内脏筋短 你这里面你根本就呼吸也呼吸不了 别说出声 他要求张卫健赔偿精神损失费60万元 谢霆锋赔偿精神损失费40万元 舆论的发酵将三人推上了风口浪金 其中原有众数分韵 有人说因为王伯昭调戏同剧度年元 张喜二人看不下去 也有人说是因为王伯昭曾与香港的一位化妆师有恩怨 招致了此次获释 导演王清泽认为这是王伯昭策划的一场炒作 并在记者会上自身六个耳光证明并不疼 虽然这部剧的收视率非常高 但这件事却为张卫健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事业全面停摆了一年之久 且在这部剧之后并再也没什么代表作品 许多人都说 自六小灵童之后 所有人演的孙悟空都是在模仿 只有张卫健演出了自己的味道 他所饰演的孙悟空有着浑然天成的洒脱 文语间正气凛衫 极具个人特色 这部剧的反响也非常好 收视率高达40% 为无限赚了两个亿 所以在拍摄续剧时 张卫健提出了合理的掌线要求 不过无限并没有同意 甚至还将他雪仓 以至于续剧中孙悟空的扮演者 换成了陈豪明 后来他转传内地发展 一位制作人对他说的话 令他至今都无法忘怀 多少钱 卫健 你不要以为你演完孙悟空之后 在香港很红 我告诉你 你在中国内地的知名都市 是零 送你一句话吧 记住 你的脸上没毛呢 你是不值钱的 因为这件事 张卫健把头发提光 他要证明自己即便头上 脸上没有一根毛 也是有价值的 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塑造的方式与微笑宝等 多个经典荧幕形象 都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 在事业成功的同时 他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1997年 他与演员张倩在拍摄 陈梦记传奇时擦出火花 并于2004年领程结婚 三年后 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但不幸的是 在孩子八个月时 却没有了胎心 这对夫妻俩造成了沉重打击 张倩甚至曾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在老公的细心照护下 才渐渐走出伤痛 2009年 他们在菲律宾上奥古斯汀教堂 补办了一场童话般的婚礼 五年后 40岁的张倩再次怀孕 悲剧也再次上演 孩子意外流产 夫妻俩在两次打击中决定 再也不要孩子了 如今56岁的张卫 简随人膝下无子 但是与妻子却生活得 十分开心快乐 谁规定了幸福 只能有一种模样呢 6月13日 96版西游记中 杀丧的扮演者麦长青 现身广州市天河区的 抗议工作中 为了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他顶着当天最高35度的高温 参加了社区志愿者活动 自1987年加入TVB后 麦长青为无信效力的近30年 其中饰演了多个经典角色 他在西游记中所饰演的沙僧 被评为最汉厚的沙僧 呆呆的样子十分有趣 他在《金国枭雄之夜海豪情》中 所饰演的反派梁非凡 让人恨得牙痒痒 他也凭借该剧 获得TVB万千星辉最佳男配角 本该前途一片大好 但在2016年 他与无限合约到期时 他却迟迟都没有等到台里的续约通知 被TVB扫地出门 这让他一度十分怀疑自己 有传言称 那段时间里 卖场厅的妻子 深信炒卖手机的骗局 致使他们亏损了400万元 这让他的形象大损 还失去了安吉海味等多个代言 在影视寒冬的影响下 许多港星都不得不转行 为此香港电视台 拍摄了真人秀《钟老吴一作》 节目中 他转行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看起来十分心酸 近年来 他进店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内地 空闲时间还玩起了直播和短视频 在他的社交账号上 经常能看到他向大家分享美食 TVB版旗游记中 白骨精虽然依旧阴险狠毒 却为他加入了深情人设 他与宝像国的王子 厮守洞中十年 现实中 这一角色的实验者陈苗英 对待感情也是十分重视 他是1993年的港姐精选的前五名 由于长相并不被大众所接纳 也被称为最丑港姐 22岁时 他签约TVB开始了演艺生涯 他是金国英雄花木兰 也是玄鹿中的女捕快聂锋 亦是金语满堂中的外缸内柔的心小小 但就在星途一片璀璨之际 他却在2002年宣布吸引从商 在这之后 陈苗英成立了健康国际有限公司 生意做的风生水技 连续三年获得国际超级品牌荣誉 在2007年 他还设租餐饮业 在香港深水部开了一家名叫江南美厨的上海菜餐厅 最后两年内 他投资了2000万 在大围烧鸡湾及九龙城开设了三家分店 如今他的身家早已过亿 成功的背后也不得不提站在他背后的男人 1999年 陈苗英花700万高价 购置了郡景园的一处房产 之后又以455万的价格买下两个店铺 这以他当时在TVB拍戏赚到的薪水是绝对买不起的 渐渐的 他与玩具大王蔡志明的绯闻开始传出 蔡志明是香港有名的富商 2021年 他以66亿美元财富 贝列2021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第13匪 可见其财力雄厚 不过蔡志明是有家庭的 另外界惊讶的是 陈苗英与蔡志明的家人相处得十分和谐 甚至与他的妻子李慧蒂青同姐妹 2004年 蔡志明的餐厅开业 李慧蒂与陈苗英一同出席 画面十分和谐 甚至在蔡志明带着儿子儿媳一起看赛马时 陈苗英也陪同出现 能这样与蔡家相安无事地相处22年 可见他的情商之高 能身家过亿也不足为己 TVB版秀集中江华所饰演的唐僧 曾一度被称为最帅唐僧 1986年 江华参加了亚视语言训练班 从而进入演艺圈 此后十年间他拍摄了多部影视作品 其中电影《但愿人长久》 使得斩获第九集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 1996年 他转头无限 童年并注演了大火的西游记 这部剧将他的事业推向巅峰 随后他在《寻情记》中所饰演的反派落海 让更多人见识到了他的演技 但2006年他却因患上抑郁症 加之腰伤救急 渐进淡出影幕在家修养 除了一部不经典的影视作品 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便是与事后邓翠文的感情纠葛 1995年 江华与邓翠文在拍摄 《我和春天友和约会》时传出绯闻 然而此时的江华 已经与比他大八岁的歌手麦杰文结婚 且妻子已经怀孕 于是今 他们成为了人人妥协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 江华回归家庭 与妻子麦杰文在媒体面前历生安爱 并指责邓翠文是主斗勾引江华 邓翠文也不敢被这样泼脏水 在媒体面前声泪俱下地控诉 江华夫妇的种种恶心 最终邓翠文因小三的负面影响被血藏 直到八年后才凭借金之玉年再次翻红 这也导致了两人多年机怨 后来江华被问到这段往事时 表示曾经做过的事都不会后悔 如今江华已经转行成为一名保险经纪人 在电影版寻经纪开拍之际 他也并没有回归拍摄 在他看来 清点无法被超越 6月17日曾在西游记中饰饮猪八戒的港星李耀翔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新电影 《大梦西游之五行善》的开机现场照 据悉 他将在电影中二度饰饮猪八戒 不少人都纷纷感叹叶星辉 作为TVB三届师弟 李耀翔饰演过无数经典角色 如《金国销行》中的小人物柴九 张志林版《神雕下旅》中的老顽童周伯通等等 近年来 随着TVB的发展每况愈下 李耀翔也开始逐渐向内地转移 不仅带着一家人定居在广东省中山市 还入住了短视频平台 时不时便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 五一期间 他首次乘坐高铁去西安参加上演活动 对于内地科技的发达 他表现得十分兴奋和激动 除此之外 他还在前段时间工作之余游玩杭州 并在平台连更了八条旅行为牢 虽然生活看起来惬意无比 不过今年已经57岁的他 本该到了快退休的年纪 却依旧这么拼 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败家的儿子 据港媒报道 李耀强的儿子李正乔是个被宠坏的进二代 在美国读书几间 他每个月都要花费20万左右的生活费 手表是价值12万的劳力士 作家更是价值310万的豪车 如今24岁的李正乔 依旧每天无所事事 靠着家里生活 有着这样一位挥金如土的儿子 李耀强也自然要拼命赚钱 时隔25年 剧中各位主演如今已经各闻东西 不过他们在前段时间居然罕见充剧 只是缺少了师傅姜华 你最喜欢剧中哪一角色 欢迎得人讨论 关注TVB档馆 馆长带你了解更多TVB母后的故事